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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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这个行情 特别是投机股的行情 玩完了没有呢 在今天开高走低爆量的 都是近期非常标的投机股 这头包括像元宇宙 2498的宏达电 我们来看盘中走势 画面上你可以看到 也是从红盘打低下跌5.41% 包括汽车相关的电动车概念股 比如说像强茂 强茂也是最近的标股 在今天打到了跌停板 最近这些吵得很高的 一般认为可能是嘎空 没有业绩的投机股 在今天出现了爆量下跌 代表投机行情结束了吗 还是洗一洗之后喝了再上呢 刚才介绍来到节目现场的来宾 要请到华南投股董事长楚祥生 大家好 资认分析师 风开平 观众大家好 外华投股总监蔡明璋 大家好 财营所助理教授谢晨彦 大家好 金融培训协会理事长连昌 老观好 大家好 要请到资认分析师蔡振华 老观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投票 这些投机股 到底是行情已经结束了 Game over了 还是喝了再上 认为喝了再上给圈 认为Game over的给差请举派 投机股的行情结束了吗 我们看到现场有 一票差 三票圈 两票在中间 两票在中间是什么意思来出动 我是觉得应该没有死 但是距离高点 大概也差不多了 应该没有死 所以还会有逃命坡 对 没错 但是逃命坡不会再像第一坡那么飙了 对对 这个主身段绝对已经过去了 不可能再飙一大段了 那接下来看 比如说你融资有没有增加很多啊 主力有没有跑掉啊 所以换句话也就是说 如果还有一坡拉抬 应该是要跑咯 我觉得应该要跑 但是拉高让我们跑的 它回檔的程度的高低 很重要就是 有没有一个新的族群 出来取代它 你知道如果新的族群 取代它的话 资金很快会移转过去 因为那个族群会让它赚钱 那这边已经涨了很多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 好 但昌星说还没死啊 昌星为什么还没死 我觉得还没死 毕竟呢 OTC它只是创短期的高点 它并别是创新高 前面还有一个225 所以我认为呢 基本上在这边是洗盘 但是短期的融资增加过快 所以我觉得开始会做一些 所谓的肋骨轮动 但是应该还有高点 所以大家其实我觉得 还有机会再期待 好 那蔡总刚刚是举叉的 蔡总也来谈一下 为什么你认为行情已经结束了 因为我是从割韭菜的角度来讲 要写那个更好更完美的记本 接下来写不出来 我上个礼拜 上年古神都出来 对 为什么写不出来呢 记本刚开始的时候 你上个礼拜讲元宇宙 没人听到 对 现在每个人都知道银宇宙 所以记本已经写不出来 所以韭菜就割了 你看10月份 新开户的人数 30岁以下的占了57% 这么多 韭菜来的当然要割 下一批韭菜还要培养多久 对不对 所以就赶快割 当然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正面的 有一个股民说 我20年来我只要100%的持股 我都买好的股票 资产是现在三倍 重点它是买好公司 那个投机股哪有20年 两个月你就偷笑了 所以蔡总帮我们来看 刚刚您既然举插 就是您认为 这些太投机的股票 出现长黑K棒 其实已经宣告 短期行情结束了 当然我们要看 就是说其实 有些投机的走势 但是它有一定的本质 可能还OK 会在那边盘整 但是我讲的全部没有业绩的 只是写基本的 这种已经结束了 编故事的已经结束了 那今天很多的爆炸量 你看强茂 台办 强茂 何勤控 借琳 顺德 升达哥 当然比如我们看3704的何勤控 我们打K线来看一下 我觉得这个边看这个投信 我也不认为投信都是省 大家都说投信多厉害 投信买国 他也会踢的踢方 他短信也套在高点 因为你看他之前都没有买 他也是看这股票 买在高点 对 他这两天才大买 包括今天 今天为什么一开盘 我就觉得很奇怪 何勤控为什么 我们看到分死总是 我就觉得很奇怪 今天也没有什么特别消息 一开盘就涨停板 投信买的 投信要去养 提到铁板 对不对 好 那他就有 除非有另外一架投信 再来接他的股票 这种基本好写吗 不好写 那我们看下一个星期 我觉得 比较要注意的是说 为什么我说 割韭菜的timing到了 除了少年股神大量进场以外 因为11月14号以前 他完全公告第三期财报 你基本写的再怎么好 所以11月14号 丑媳妇就要见公婆了 对 我们来讲一下 不是说得很好 立凯 聚合 康普 德伟 这些车用的电子 或是相关的这个component 不是那个讲得很好吗 那财报出来不怎么样 比如我们来看一下 立凯KY连亏15G 9月才赚 但第三季还是赔 聚合电解液 第三季的EPS 0.5 但9月是亏损 一季才赚0.5 股票70几块 我刚刚告诉大家 因为在雪记本上面讲吹牛皮的时候 大家都有一个盲点 你以为它的电解液 它归类在那个精密化学品 占它的营收不到三成 这三成又不是全部都是 电动车的电解液 大家知道吗 大家讲过一个题材 你以为这公司 百分之一百都做那个东西 这是台湾的股市的最大 应该检讨制度 应该证交所贵马中心 要花函管理 你有做这些东西吗 占你的营收比重是多少 你现在进度是多少 你假如证交所有去问的话 你不能站到边就说你有做 电动车大家都有 你都叫100% 里面占它的营收只有 很小的比例 蔡总 你看这个走势是 这样飙上去 飙到天上去 只有一根腸还可以放 那当然这种股票不搁酒派 要搁谁的酒派 你的财报只有这样 但是当时你的剧本写得那么美好 现在因为财报的检验期 所以过度投机了 在14号公布财报以前 就要被严格的检验 那像康普还有赚钱呢 我觉得这个还有一定 因为他有一定的 他第三季的EPS是1.42 前三季3.56 剩下来讲说 他之前涨到170 80 那是有点高 但是他回下来可能跌了一阵子以后 他会有一定的支撑 所以这个还要去区分 为什么 他的电动车的电池 占它的营收50% 他这个比重很高一点 这个其他的 那个比重很低的 你就要小心 好 我们来看下面这是 这档个股的日K线 你会发现 虽然是不同的个股 利凯 聚合 康普跟德威 但每一档长相都一样 咻 长黑K棒 咻 长黑K棒 大家还以为我们是复制的 不是 所以都是同样的模式 在狂飙之后出现长黑K棒 当然指标股 我们请封总来谈一下 指标股还是要看红达电 是 红达电还是这一波投机股 最最重要的指标股 你帮我们来看一下红达电 2498的红达电 红达电不死 是不是这些投机概念 元宇宙也好 电动车也好 都还有机会 有些股票你现在不必问 有些价位你永远不必等 你永远不要因为 你现在是在说歌词嘛 不要因为红达电最近也上涨 你又还期待说 以前真的有什么1500会来 不要期待这样子 那你看今天为什么 那我看你刚刚是放在中间 对 我刚刚会放在中间 就是说它不会马上给你消失掉 因为它还没咬完嘛 它还没咬完 但是它在正的过程之后 谁会出头呢 有EPS的会出头 那有些股票它是本身是有值 等于说我举个例子 我导播给大家看一下 5351的预创好了 我给大家看这样的股票 这样的股票我告诉各位 我每年都在看它 为什么 它每年CES 我在东升那么多年年线的时候 每年CES 卢超群是我尊重的这个 半导体的长辈 可是它每年都说 我们有转息 这五年来从来没有赚钱过 年年喊转息 年年喊到洛杉矶 今年到年底都是负一点多 今年不一样 今年上半年赚0.76元 9月份被强迫要公布0.68元 就是让它终于赚钱了 所以说它为什么 它每年都不抢 今年特别抢 因为它抓到那个体态 然后它的业绩 支撑它那个体态 虽然说本益比还是很高 比红大电好 所以我的意思说 接下来就是红大电 它不会马上就是V型 所以红大电还有高点 对 它会高党症 所以今天没有跑的 没有玩乐 还有高点它还会跑 它现在唯一救它的名 是因为它现在被处置 所以它没有爆量 它是被处置嘛 对不对 所以它量没有爆得很大 如果的话今天是很多股票 今天很多股票 跟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二的时候 有一次不是 这个电动车 很多都是大跌的对 今天不一样 今天电动车很多大跌 会不会再上去 因为上个礼拜二的大跌 是量是小的 今天大跌是长黑带大量 所以会上去吗 所以我认为还是要整理 可是好的股票 有EPS开始要平盘了 好 所以开始会分歧 对 对 有业绩的还有高点 投机股还是会震 但是有些有EPS会开始会上来 所以初董灯会也要帮我们谈一下 电动车到底行情死了没有 我们先来看元宇宙到底行情结束了没有 我个人觉得我刚特别 虽不重也意不远了 高点差不多接近了 你看这些股票非常明显 你看今年涨幅一倍 一倍一倍 但是这些公司你可以看到 P1有些是负的 有些是本益比真的非常非常的高 我个人还是觉得台湾的元宇宙未来会有机会 但是元宇宙要真正形成一个 什么叫做真正元宇宙 至少五年以上的时间 我们只知道它是一个新的虚拟实境 但是一般我们要接近这个虚拟实境 一定要靠什么 一个器材 我们看到VR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AR 所以你看这些台湾因为电子产业 相对是具有优势 所以你看很多的相关的产品 都有提供给这些ARVR相关的晶片 重点在于就像刚刚蔡总讲的 到底那个成分到底有多少 我个人觉得成分大概4% 5%差不多了 所以这个族群高点有限 但也不具崩盘 崩盘 对 所以有机会让我们跑 但是现在一定要早点慢 对 我特别提一点 我们想说这个 第一个 商机还有待观察 我觉得会慢慢慢慢会形成 大家会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一个元宇宙 到底有什么商机 第二个我们看到 我们讲到所谓的VR的部分 2016年是真正的VR的元年 大家知道那个时候 你可以看到宏达电 脸书 三星 都有VR品 那一年出了910万台 接下来是什么 每况愈下 到了去年只有一半 只剩下470万台 今年又开始 对 问题在于什么 就是你光有硬体没有用 你一定要有个软体 我今天要去玩它 一定要有个很好的软体 驱动你去买 现在我觉得机会暂时还不大 很重要一点就是说 Apple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因为它时常容易冷饭热炒 什么东西经过它去推管 那个量就很大 所以我想说未来 苹果到底要MR AR还是VR的部分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 趋势的引领者 对 好 这是在元宇宙的部分 我们再往下来看 然后这一标的很凶的 还包括电动车 电动车还是很重要 还是一样 你看 本益比越高的部分 涨幅越大 那我觉得很重要 当你这个热度过了之后 大家还是要回归 到底赚多少钱 这些相关的个股 全部是跟着Tesla 你看10月份开始一路发动 一个月的涨幅你看到没有 50% 你知道多可怕 每期嘛涨57% 胜普涨51% 立刻涨 比超过50% 对 但是我特别提醒一下 你可以看到不管是元宇宙 或者说电动车相关的概念股 投信真正介入的部分 真的没有那么多 所以这个族均也是要早点卖吗 对 我个人应该是要早点卖 尤其是涨幅那么大 如果本益比非常的高 当这个热度一过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很多个股回挡幅度 会相对比较大 但现阶段很重要大家看 第一个我特别提到 如果它融资增加幅度非常的高 你一定要小心 第二个如果整个大盘 找到一个新的主流 而且它能够走得比较长 这些相关涨多的个股 一定要稍微谨慎一点 好 那我们就来投一下票 各位是不是认为元宇宙应该 就算刚刚昌星说的 还有机会有高点 但在投资心态上 是不是开始要找卖点 认为应该找卖点的 给圈 请举排 找卖点的有12345票 郑华说不用 不用找卖点 难道你还要进去买吗 我认为其实还有很大的机会 就是这个刚才朱总讲的 也很有道理就是 苹果非常善于冷犯热炒 很多的东西在当时看起来 都不怎么样 比方说这次它那个AirPods 在两三年前刚出来的时候 大家觉得现在大家都带 同样的道理就是说 其实AR跟VR的概念 其实以前就有了 但现在这个时间点 它又把它提起来 是不是苹果在这地方看 认为它机会来了 所以我认为跑到这一段的话 尤其在我们台湾的股市 到了这个每年的 11 12月的时候 你因为没有小鼻子小眼睛 还没做完 对对对 会有一个时间点 它比较不会那么去重视这个业绩 会不会像航运一样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什么 100多块的时候就说 差不多要卖了 到150又说叫人家卖 180叫人家卖就跑到200多去 对 因为现在有一个 很大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说现在去追这些股票的人 他本身他本来就没有 很在意业绩这件事情 很在意的人 他其实不在船这些头盔上 所以他看到的线形不一样 就敢追的人 他看到的线形可能还有一倍 不敢追的人 他其实就在场边看 所以互相不搭嘎 我的解读是这样 好 那电动车 涨超过50%的电动车概念股 是不是也应该找卖点呢 认为应该找卖点的给圈 请举牌 好 那就又不一样了 虽然票数一样 好 我们来看 1 2 3 4 5票都认为应该找卖点 只有封开品用还不用 对不对 这些今天爆量的要条 可是电动车很广 而且它是限制 可是我刚刚讲涨超过50% 这些呢 涨超过50% 要看本益比 你因为他如果有赚钱 你还是不担心 对 如果后续本益比 有跟上来 好 但另外一个让我们担心的 是融资进来了 来 穿先生来谈谈融资 少年股神又出现了 大家记不记得 上次少年股神出现在什么时候 在航运狂飙的时候 现在少年股神又出现了 在元宇宙大涨的时候 又出现少年股神了 少年股神也要懂得如何 我告诉大家一个 交易的一个小诀窍 基本上假设这个手它是期货 这个是现货的话 现货跟期货在涨的过程中 基本上应该要现货往上带 期货拉着跑 这样才对 也就是加钱指数要一直往上拉 期货要跟不上 可是今天早上刚好相反 现货在拉的过程中 期货冲过头 这里 期货跑得比现货快 对 表示怎么样 股票拉不动了 股票跟不上 对 然后期货过热 股票很喘 他说过热 这个过热了 整个冲上去了 然后被打下来 所以当你出现 比较大的正价差要留意 不要是现货跑得太慢了 对 这个时候盘中 一打下来出量的时候 高点就已经出现了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会出现 大怒神走势 开很高之后一路下杀 对 然后杀到这边 正价差 转离下杀 这样差不多 因为怎么样 因为事实上已经杀得差不多 血流成河了 所有追加人都被杀得差不多了 所以你看 我说最近的盘是 应该是还没走完 因为最后又回到逆价差 有没有 又开起来了 表示怎么样 今天是在杀价差 就杀价差 所以正价差杀到逆价差 这个盘我觉得就还有高点 所以下次如果开高 要留意到底是正价差还是逆价差 如果正价差很大的话 很有可能会开高走低 没有错 今天不只是杀价差 很多人担心在今天也是杀融资 对 而且各位可以看到 这一波以来 一直在这边打底 融资一直减 融资开始增没有问题 但是昨天是怎么样 融资爆量大增 我记得前一天大概13亿 昨天是什么 40亿收很长的上影线 所以大家特别留意 当融资爆增被杀的时候 有一些融资增 而且外资减的股票 你就要注意是不是 有被这些倒货的宣言 好 那我们就从 融资增加的个股来做解释 近期融资大增 在今天又爆量走低 该怎么办呢 其实我这边就举两个例子 这边都是元宇宙概念 可是元宇宙概念 有的内容不太一样 比如说阳明光 他坚本探钱探钱就好 其实几乎今年 假设有机会赚赚1块左右 你看他的走势怎么样 高档震荡灌下来 你看融资什么样 融资一针 不是融资减 融资一针就被刷下来 所以我认为这一种 其实你就要特别留意 他基本上没有业绩没有题材的 那你就要小心他是被减码到货 可是反过来看 你快韭菜了 对 反过来看金豪科 这是低档拉抬的 看一下我们他的K线 低档拉抬的 你看这是融资一直推上去 融资一直推上去的 那你就不用太担心 那你就守着五日线就好了 这种就是稳健向上 我认为其实大家不要太过担心 不是今天一根黑K 就是全部被杀了 你要看看这一个盘面 刚初董说还有高点吗 我们也认为还有高点 不过我再次强调四不过三 就是说第一次去台下来 拉起来之后 你不要再用力去追 拉起来要减码 这样相对来说 你就可以落袋为安 洗洗上的时候 其实是要找麥店 没有错 既期融资大增 在街爆量走低的包括金鸿 亚信 康书 美琪玛 光磊 杨明光 华讯和金豪科 特别提醒官容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网易 杨明 华许 Ofs 在这里还有一尾 你能取得来 你也不听 你还好好 sz